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刀印在手里面最美的脸颊 是我深爱的你呀 等待就像影红海天一向的晚霞 无尽的美好我只有那么一刹那 向往的一刹那 每天笑我跌跌撞着害怕这盘纳 见到你之后又开始说胡话 难道这是爱情吗 是爱情吗 让我不法自拔爱上你 是你呀 为其应许偷走我的心 我该怎样 怎么也冷静 要我对你说我不爱你 怎么样才能打动你的心 是爱情吗 让我对你意见又忠计 是爱情呀 就连自然也解释不起 就算其自然的爱上你 就这样深深的爱上你 搞不懂的真心 我要你留意 我只是想起来 我先吃了 就像起来 你没有爱情 已无忍了 非我愿意 你愿意 你愿意 嗯 能不能把灯打开 你看这么黑 我们好像不太利于沟通 你不是不想见我 看不见郑后 误会而已了 我们能不能好好聊一聊啊 你说 我想解除婚约 为什么 你要是愿意结婚的话 你肯定不会逃婚啊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女人了 其实你是被迫娶我的对不对 温先生 其实像你这么优秀的男人 完全可以找到一个 比我更好的女孩子 你不必委屈自己的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我年纪还小 我就没了自由 我还有我的学业 还有我的梦想 我不想这么早就结婚 我不会妨碍你 我很能花钱 什么事都能搞砸 俗称的 败家娘吗 我有的就是钱 我在外面有野男人 我是因为他才逃婚的 野男人 嗯 你干嘛 有我野毛 带他来见 我什么野男人啊 我刚才都瞎喊了些什么呀 我刚才都瞎喊了些什么呀 这种殷勤不定的男人 就算姐姐再喜欢 我也不能再替他撑下去了 必须速占速决 可是这一时半会儿的 我去哪儿给他找个野男人啊 我到底在干什么呢 老板 文君 现在的女孩儿 是都喜欢野男吗 来 passed 马上要开始了 再来个派 来了 怎么样 啊 说完了 老四个编 CD 开始多没意思 好 最后面对我会出来喝个酒 是吧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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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有你 这个男生有什么好的 谁说不是呢 可小女生就是这个 你看那边 来来 起一个 好面 欠叫 那个老板 您今天是怎么了 是不是和您的新婚妻子 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 你是个成年人 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你要是出点什么事情 怎么跟你家人交代 行行行行 就算我欠一个人情 人情 但是他们是一伙的呀 只有一个电话号码的手机 要你何用啊 小哥哥 不赏脸喝杯酒吗 自己挣钱买去 老板 老板 要不 咱们还是回去吧 这里可能 不太适合您的身份 傻白天 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 您 这到底是在跟谁较劲呢 野男人 就在那里 天啊 宁愿 刚结婚一起生活 难免有些误会 把话说清楚了不就好 难道你还没有 把你的身份告诉你的小媳妇啊 我 别动 倒酒 喝 時風日下 上風百俗 不堪如我 不堪如我 你好 我是他秘書 我都喝醉了 你來酒吧借給他 喝醉了 酒吧 就他一個人啊 現在輪到你派上用場了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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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抱我一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确地说 沈妮夫人对您做了事的 她?她来干吗? 师傅 我昨天回去之后认真地想了一下 越发觉得你是一个英俊潇洒 建议有为的政治之人 你身上具有的品质呢 是多少人都没有办法 你昨天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昨天听说你喝多了 我就过去关心了你一下 怎么你关心完我浑身不舒服? 我们还是说正事吧 你不是说欠我一个人情吗? 我要你今天就管 你说 你先答应我吧 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 那我就告诉温家 说你非理我 你要想说就说呗 你 师傅 瞧瞧你啦 你就行行好 你帮帮我 这件事情真的真的就只有你能帮我了 你以为 威胁我没有用 撒娇就有用了 那我还是继续威胁你吧 什么意思啊 看看你的手机 我现在总算知道 你是怎么关心我的 我知道 你跟我那个结婚的老男人是一伙的 但是你猜他 他要是看到这些照片 他会怎么想呢 嗯 会非常愤 哟 看来你还是个明白人嘛 那我就直话直说了啊 我骗了那个老男人 说我在外面有男人了 骗人呢 然后让他跟我离婚 结果呢 他居然要见他 我去哪儿找男人啊 整个温大师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你还是我的师父 我人生的指名灯 我不找你找谁啊 那你的意思是 要我演你男人 你就帮帮我吧 你这可是在救命啊 你忍心看着我这么一个花季少女 就此在婚姻的坟墓里凋零吗 你不忍心对吧 这俗话说得好 救人一命 生到刺激浮屠 你要是不救我 行行行行 那你可得好好说说 我救了你多少回来啊 谢谢师傅 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 老板 怎么突然这么开心 野男人的事解决了 你看我今天 像野男人吗 软最后 娘 你不还有别的 你你还要 我让你租着 他带她 我去去去去去去去 你不希望救我 因为要是一台 小圆就行了 小圆 像洋偶具女主的名字 洋偶具 谢谢啊 靳晨说了 让您带人重视一点到紫围公园 他在大门口等您 为什么要去公园啊 怎么不在家里谈 这 你们家一直都这么奇怪吗 怪 我 我 贵怡啊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这是我应该做的少奶奶 我从今天开始 就不再是你家少奶奶了 你永远是我的少奶奶 你等着瞧吧 我等着 我等 拜拜 师傅 走吧 哎 这小年轻 谈个恋爱 还整出这么多花样 我叫袁思雅 你叫我思雅就可以了 一会儿 你可以尽量表现得亲密一点点 知道了 嗯 你呢 你叫啥呀 叫我亲爱的 严肃一点行不行 别开玩笑 你不都是已经认我做师傅了吗 那 我不能等会儿介绍的时候说 哎 这位是我师傅吧 那你 就叫我温先生 温先生 这总该猜到了吧 这么巧啊 一会儿过来的人也姓温 我看这个城市干脆别叫温大使了 可叫温家村吧 哈哈 啊 怎么还不来啊 哎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 竞争关系啊 竞争关系啊 竞争关系 那你还帮他抓我 哎 为了混个饭吃 我懂了 你在他手底下工作 但其实你很讨厌他对不对 我能理解 一般员工都对老板有意见 那他到底长什么样啊 我在家里一张照片都没见过 你不是说他又老又丑吗 怎么 没见过啊 算是见过吧 也算是没见过 算了 反正一会儿就见到了 对了 那我一会儿还叫你师傅吧 可以理解为 艾成 随便你 还有啊 你待会儿见到他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跟他说 一定要让他和平 帮我结出婚约 拜托了 你就没想着 试着跟他过一段时间 为什么要是啊 如果他又高又帅又温柔 没有任何毛病 你也不愿意试一试 那他为什么要娶我 因为跟你在一起 因为跟你在一起 很开心啊 不要 不是应该先恋爱再结婚吗 乱了顺势的感情 这不纯粹了 纯粹的恋爱 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吗 当然有啊 我就会让它发生 他干嘛 别动 不是说要演情侣吗 不演得像一点 你男人会信吗 师傅 我 我想上厕所 那 你能不能专一点啊 你现在在演戏啊 你能不能专一点啊 你现在在演戏啊 对不起啊 四眼啊 温先生 年纪也算老点吧 可是不丑啊 你怎么这样就出来了 我这样出来怎么了 跟我走 快走 那我们的事呢 到底否再说 你要带我去哪儿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房间我也定好了 这段时间没有的允许 你就不要再出来了 我们说好的事 我来带野男人见你 没说要跟你开房 停车 野男人 难道是他 你知不知道这样开车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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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思雅我警告你啊 我不管你那个野男人试试 但是你现在的做法 只能让文家蒙秀 如果你再跟那个野男人 胡作非为的话 我一定让你们俩死得很惨 知道吗 你不是要下车吗 下吧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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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进去 你知道有什么事啊 哥 你现在在哪儿 圆明路 有啊 好 哥 他人呢 我弟弟什么时候这么在乎一个女人啊 不像你性格啊 他为什么会跟你在一起啊 你不觉得你应该 先给你哥哥一个大大的拥抱表示欢迎吗 毕竟咱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来 让哥看看 现在越来越有老板的样子了啊 不测 不测 哥 你回来我很欢迎 但是你先告诉我斯雅去哪儿了 你不是最讨厌老爷子接触感情的吗 怎么 现在玩真的 你要不说 我自己去找 怎么现在越长大越开不起玩笑了 在川府大道去吧 对了 哥 既然你回来了 去看看爷爷吧 你觉得老爷子会想见到我吗 行了 别管我的事了 回头咱俩一块儿喝一杯 你不着急吗 快走吧 那我先走了 嗯 这条尤其 recorder 你不着急ly 我吃过去了 我远到也都不是 そう 好 我们去 这里 贵一样 怎么了这是这脚 崴着了吗 没事 没事 贵一样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新任的师傅 是他送我回来的 你别误会啊 他是长辈 长 长辈啊 师傅 今天谢谢你送我回来啊 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 我这也没什么事了 那我就不留你吃饭了啊 可是你脚晚了 我身为你的长辈 有责任留下来照顾你 你这么做我很感激啊 但是你也知道 这是你老板家 他你惹不起 我更不想连累你 你还是走吧 好 桂姨啊 麻烦送我上去一下吧 好 男女受受不亲 那我自己上去吧 你干嘛 我看你这么走我难受 你放我下来 这又是被我看见 这就是装剑现场 你我都得死啊 放我下来 你那么在乎他 干嘛那么着急离开他 如果你再跟那个野男人 胡作非为了我 我一定让你们俩死得很惨 我是怕你出师你知道吗 怎么还不明白呢 慢点 我一下什么眼光 怎么会有你这样不开窍的下属啊 谢谢啊 谢谢啊 那就麻烦那位师傅了啊 师傅 好了好了我到了 你回去吧 谢谢啊 你 来 坐下 让我看看你的脚 我脚没事儿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说让我看看 就让我看看 来 我求求你了 你还是赶紧走吧 万一贵仪给我打个小报告 我就更说不清楚了 你怕什么呀 我就是 今天他已经受了这么大的惊吓 他现在告诉他 他得高兴出心脏病了吧 算了 你就是 我就是送你回趟家 他不会那么不明事理的 不明事理的人是你好吧 总之 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我是为了你好 当然 也是为了我能顺利解除婚约 慢点啊 你怎么突然回国了 还说等新公司步入正轨了 给你个惊喜呢 惊喜就不用了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但是后面的事情 一定要处理好 放心吧 我会让你失望的 你见到月月了 是啊 你妹妹还挺有意思的 我妹妹是无辜的 我妹妹是无辜的 你见到月月了 我希望你不要针对他 放心 我有分寸 你先答应我 嗯 这小元姐让我拦着你 你这位师父不让你进呢 你 你说这家都是您的 我怎么拦你 我太难了我 先按照他说的做吧 那 那您这是要打算瞒他多久啊 不知道 不过 我觉得这样还挺有趣的 有趣 嗯 嗯 那贵仪我 就给你 支上一招 想必您平日忙于工作 对着男女之事 了解善少 你知道这追女孩子 最大的忌讳是什么吗 嗯 舔狗 舔狗 那想当年 我追我们家小萌的时候 那一开始 也是极其不顺利的 后来我才发现啊 你一味的付出 一味的献殷勤 那只会让人家女孩觉得你 很卑微 那就像一条狗 你会跟一条狗谈恋爱吗 你的意思是 我刚才笑 那简直了 得 得注意 得注意 哎呀 哎呀 慢点 你慢点 你别扶着我啦 你看我脚都好啦 哎呀 小萌 你就别难为我了 那人家很关心你的伤势 你说如果你跑出去 那我半碗都不保了我 怎么可能会关心我呀 因为 喜欢你啊 你别开玩笑了行不行 我身上有哪点优秀的品质值 值得她喜欢啊 你呀 还是太看得起我了 你说你还不信我了 来 先喝点水 谢谢啊 那跪于我呀 看了太多的演偶剧啊 这个套路 没跑 你们这个 先婚后爱的情况 那有很多类似的案例 那比如 前年热播的那个 呃 我的淘宝新娘 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啊 那个谁谁谁的暖 暖婚新机 啊 还有 霸道总裁就 爱上我 啊 不是爱上你 是爱上我的姐姐 那不都一样 哎 打住 我们回归正题好吗 啊 首先 她如果喜欢我的话 她是绝对不可能逃婚的 其次 她也不会那么没有节操的威胁我 威 威胁你 啊 哎呀 算了 你就直接告诉我 她到底回不回来 我真的找她有急事啊 呃 那 那您这是要打算瞒她多久啊 不知道 不过 我觉得这样还挺有趣的 她这 这 呃 啊 啊 初初摔了 哈哈 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 哈哈 哈哈 上一次叫我去公园摊牌 直接在高架桥上把我轰下车 这一次 干脆连家都不回来呀 呃 忙啊 忙 嗯 哎 你看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嘿 嗯 嗯 怎么是你啊 哎 你来干什么 这思雅的毕业典礼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去帮她完成 她的婚礼我替她去 她的毕业典礼现在也让我去 你这处礼貌换太子 到底打算玩到什么时候啊 出了你没办法呀 你以为我愿意 你倒还挺理直气壮的你 噓 我已经很努力地在找啦 那就报警啊 不能不能报警 这万一这温家告了我们原家 遭殃的不只是我 连你姐啊 空白也逃逃不掉 这诈骗的罪名 那又怎么样呢 总比她现在生死不明的强吧 到底是现在你把公司卖给温家重要 还是你女儿的命重要呢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我相信很快就有消息了 救救你了啊 救救你了 救救你了 相信你还不如靠我自己呢 全世界都不如你了 那边 那边 校长 请问毕业典礼的时候 全班同学都会来吗 那不一定啊 你比如在外地工作的同学 那有可能抽不出空来啊 哎 这什么意思啊 呃 那 请问 您知不知道我在班上 有没有和我关系比较近一点的同学啊 哈哈哈哈 袁瑟雅同学 你这问题可是 问得特别有水平哦 哦 不是 其实我想问的是 还是等毕业典礼那天问同学吧 没事了 校长 我先走了 拜拜 哎 不是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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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不冷啊 啊 冷不冷 冷 老爸 你干嘛 不直接过去找他呢 你懂什么呀 距离产生美 舔狗这个词听过没有 算了 跟你说了也不知道 可是 您夫人却不知道您对他这么好啊 有逗猫的兴致都不给我打电话 他不是想解除婚约吗 哦 对了 老板 您晚上约了方总吃饭 时间快到了 走吧 哎 小猫 看我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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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哲哥 好久不见 你不是在川田是吗 你 你是月月啊 对啊 我说这里怎么也有一家翠玲珑呢 连锁餐厅你忘了吗 哦 对了 一会儿跟我一起吃个饭吧 我正好有事想问你 好呀 这家饭店的主菜啊都特别好吃 这家饭店的主菜啊都特别好吃 不过 今天的包房都已经排满了 好呀 好 没事 只要你买单 吃什么都好吃 嗯 这么多年 修哲哥还是这么体贴 怎么了 你盯着我看还跑跑蛋啊 你跑得过我吗你 也是 我跟你一个体校生叫什么劲啊 之前在我餐厅做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辞职了 还不是因为我妈天天念叨着我去找工作 还说要找专业对口的 我一个学天津的 工作多难找啊 难不成让我去送外卖啊 我听说现在的外卖员 每个月挣的可不少 依你这速度 肯定能比他们多跑两天 那 好歹我也是个女孩子吧 好了好了 不逗你了 那我前段时间给你打电话 怎么一直都没有人接啊 我手机被我爸没收了 那 你又听说你姐的事情吗 她 好像结婚了 不是好像 是已经结婚了 什么 那 那她现在在哪儿 你找她 我跟她认识那么长时间 关系一直都那么铁 她结婚也不跟我说一下 那 她现在到底在哪儿 我也在找她 她在结婚前一晚逃婚了 那 那就是说 她的婚礼没有举行 算是举行啊 也算是没举行 是我替她去的婚礼 你替她去的婚礼 噓 你可是我最信任的人 这件事情影响很严重 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你放心 我肯定会帮你收口如瓶 所以 你以你姐的身份回来了 嗯 我现在简直是度日如年 真希望能早点找到她 我帮你找 裴总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不知道您宴请贵客 抄待不周 还请见谅 这个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 这束玫瑰 送给这位美丽的小姐 来 看一下 想吃什么 点最贵的 你安排吧 还点最贵的进来 等一下 这次合作 方总提出的条件诚意十足 她就提出一个条件 便是 你干嘛 你看人家是不是很有女人为啊 以后可不许说我汉子了 你这么娘 我真的很受不了 讨厌 你去哪儿找男人 整个温大师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你还是我的师父 我人生的指名当 我不找你找谁啊 师父 这么巧啊 这位是 这是我朋友 该不会是你跟我提过的 野男人吧 你说什么呢 你好 我叫裴秋哲 请问你是 是 他也是我朋友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 跟你这位朋友介绍一下我呢 刚才不是已经介绍了吗 你也是我朋友啊 之前你可是说我英俊潇洒 是你在文大师唯一的朋友 那不是情况所知 你知道什么样的朋友 才是唯一的朋友 好朋友 很好的朋友 是男朋友 你八月 如果想寻找我 最后一位 我都最的 曾经拥有过 才会难过 越是深刻 就越不舍 认了这结果 你的选择 可然后呢 爱 我放手了 你走了 可然后呢 爱 好像是我能丢了 可然后呢 爱 怎么装作没来过 可然后呢 爱 眼前回忆的漩涡 也是我 有点 哲学 我们在试图